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5月 纽约时报还在报道中用图标代表美国每一位因新冠去世的人 并配以名字 描述 月份和死亡人数 以纪念当时的十万王者 十分震撼 这就是可视化表达 重新设计枯燥扁平的数据和文字 信息不仅更加直接清晰 还自带叙事 直抵人心 在信息爆炸 注意力缺失的年代 显得尤其重要 嗨 这里是TingLab宇宙电台 本期我们来聊聊可视化表达 人类每天都会主动或被动地从外界获取巨量信息 方式就是听觉 触觉 视觉 味觉和嗅觉 而五官获得信息的速率并不相同 大麦物理学家曾尝试将五感获取信息的能力 换算成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带宽 他发现视觉最快相当于电脑网络 传输速度是第二名触觉的十倍 是第三名听觉和嗅觉的百倍 而最慢的味觉只等于一个便携计算器 从生物学的角度 视觉传达信息确实极具优势 而对大多人而言 尤其是设计师 日常获取和表达信息的主要方式恰好就是视觉 比如文字和图像 但文字毕竟是线性的 信息呈现缺乏针对性 相比大段大段的文字 人们总是本能的倾向依靠视觉获取信息 这是咖啡感官词典 涵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咖啡味道的文字描述 按条目翻阅就能找到每种香味的描述 参照物和强度 但如果以基本味道为中心 再向外展开 就能得到一个咖啡风味轮 环形的信息排列和丰富的颜色分类 让咖啡味道呈现更直观 也减少了检索和阅读所需的精力 MIT的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 以探索大脑识别图像的最快时间 他们从80毫秒一张开始 逐步加快图片展示速度 最终他们发现大脑最快能在13毫秒内识别图像信息 远小于眨一次眼的时间 即使底层信息都一样 但传递方式不同 决定了信息接受效率的不同 人类对视觉的天生敏感 为可视化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虽然视觉接受信息最快 但大脑不会一股脑接受所有的视觉信息 比如猛地放这张画 你大概率第一眼先看到蓝绿中 四亿荡秋千的粉裙妇人 再看一下可能会发现 藏在树林里和妇人调情的男子 或隐隐处推秋千的丈夫 那挑逗的姿态和踢出的弦呢 一张图注意到什么 没注意到什么 一段文字看到什么 漏掉什么 这就是注意力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是视觉信息转后为记忆的基础 由于注意力持续时间有限 为了更快获取信息 大脑会在短时间内屏蔽大量信息 只关注最突出最相关的刺激 所以对设计师而言 合理管理受众注意力 做好视觉引导就非常重要 好玩的是 今研究 形状 颜色 位置 方向等视觉信息 不需要消耗注意力 就会自动快速被视觉系统捕捉 这些变量触发了视觉信息处理中的 前注意力处理过程 即人们下意识不费力 从环境中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过程 那些不用想也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类似的规律和机制还有很多 人类接受新消息时 会消耗认知精力 利用好这些规律 可以减少受众的认知和思维复合 更快传递信息 其实 人类对可视化的探索 并不始于今时今日 几千年前 古人就曾用绳子打结表达信息 随后的漫长岁月 地图 这一有史以来应用最广泛的可视化方案的进化 不断拓展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 可视化不再局限于平面图 三维模型 交互 声音等元素的加入 不断丰富设计师通过可视化展示信息的维度 但不论形式和技术如何千变万化 有一个准则从未改变 我们不是为了可视化而可视化 非设计师做可视化时 会因缺乏设计能力 导致呈现枯燥乏味 但设计师可能因为过度注意绚丽 使呈现效果大打折扣 回到开头的文字 通过加粗 颜色 下滑线等简单手段 也能突出关键信息 数学家约翰·图基曾说 图像最大的价值 是比我们注意意料之外的信息 优秀的可视化 更重要的 直接是零散事实 和数据背后的规律 1854年 伦敦爆发严重霍乱 死亡率居高不下 人心惶惶 医生约翰·斯诺 尝试在街区地图标出每户死亡人数 他发现感染人数最多的家庭 都使用同一口水井 而疫情恰恰爆发在某口井附近 他因此推断传染源是污染的水 而不是空气 继而改变了疫情走势 如今从疫情曲线途中 等待拐点出现 也几乎成了每个人熟知的内容 这就是可视化 对生活影响最贴邪的例子 可视化是对统计 信息处理 设计 交流 逻辑等能力的综合考验 会得越多 就愿意从更多维度 全面还原这个世界 如果这之外 再懂点音乐 就能做出这样清晰 简明 可爱 又优雅的 可视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